像Narenan的表现情况 在妮子组的短项目的比赛现场 紧接着出场的就是 今天比赛当中 Narenan年纪13岁的小将 也是整个比赛当中 年纪最小的一位小将 而在赛前 每个人都可以看好他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可以多得好成绩 尽管他年仅13岁 但是在场上的比赛经验 个人技术的掌握 可以说是已经具有了国际水平 非常干净利落的第一个双周跳 身体的柔软性是非常好 再加上天生的舞蹈才华 再融合在音乐在一起 使他在场上的表演 是更加的轻松软件 再来看看这个紫金官 充分体现出自己的身体的身体条件 软度好 在编排上也是非常有特色 在第二个部分的表演当中 马上把他自己那种场上 欢快轻巧的特性的表现出来 节奏是突然间的加快 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对比 三周跳 在他做三周跳的时候 看来是摔了一大跤 头是重重地敲了一下 整个冰场上 年轻的小将 斗志非常高昂 继续来完成自己的比赛 在场的观众都开始 担心他这一次的失误 会影响到他自己的表演 但是那儿呢 这位年轻的小将 却是表现出 顽强的斗志 继续完成他自己的比赛 再完成一个两周半跳 干净利落 再来看看他的速度 紫金官转 还是他自己最拿手的 一个技巧 令人难以置信的 年仅13岁的Naraman 在整组的比赛当中 他确实表现非常突出 可惜是在 完成第二个两周半跳的时候 落地出现了一次大失误 教练也是及时的来安慰他 向他询问他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们来看看 他这个紫金官转 非常有自己个人的特色 身体的柔软度 看他 在做旋转的时候 身体的位置是 后腰下的非常的低 非常随意的 把腿拉到了紫金官的位置 来看看这个三周跳当中 在落地的伊萨娜是 双腿是 脚在了一块 其实他在起跳的伊萨娜的时候呢 登地的那伊萨娜的力量 并不是非常的够 使得空中的高度呢 受到了影响 在 编排分数方面 裁判给他打出的最高分是5.0分 最低分是4.6分 来看看裁判给他的表现分方面 裁判给他 第一个裁判打出了5.5分 5.4 5.5 5.6 5.7 5.6 裁判对他的表现还是给到 纳尔米纳尔南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是摔了重重的一跤 那么之后他的教练就带他去看 场上的医生 那么他自己表示说 他的情况良好 只是撞了一下并没有感觉 受太厉害的伤 而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是 纳尔米在比赛当中受了一点伤 那么经过医生的肯定之后呢 他的伤势并无大碍 只是头在地上敲了一下而已 所以并不会留下什么严重的伤势